疫情升温快塞 世纪需求量大增 民众上连书看到新冠肺炎特效药 花钱购买收到货 直箱内除了废纸还是废纸 民众惊觉被骗报案 还有一位黄先生在一夜市广告 买了15支的快塞试剂 选择获到付款 在超商付了1300元 结果是寄来两个水杯 网络方便一夜市广告常见 不效业者搭上疫情吸引民众上当 台欧市警局就统计今年1月份 开始到5月为止 一夜市广告诈骗有26件 其中与疫情有关的诈骗 虽然是少数个案 但还是提醒民众 一循正确管道购买 才不会被当原大头 三雄杨静台中报导 自载人的电视報 次の早饭 具備 自转洋 veulent 人